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李淑玲的心跳声 但是心脏原本的主人并不是她 当天早上医院有讯息我 有一个心脏给我换 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也不肯定我到底会不会去换心 当时我去到手术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真的是要进去换心 害怕是肯定会来 我是哭着进去 我是哭着进去 因为我真的不懂会不会活着出来 我也知道如果我出来也是很辛苦 这颗心脏赋予了李淑玲新生 十二年前她患上扩张型心肌病 心脏功能只剩下大约一成 八年前她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当年弥足珍贵的礼物 如今已陪伴她迈入人生第四十三个年头 心脏移植在本地相当罕见 每年一般只有少过六起 前线日前进入手术室 拍下珍贵的心脏移植画面 心脏医生说 要成功配对心脏并不容易 在新加坡我们所能拿到的心脏 都是那些脑死的病人 不过在新加坡大多数脑死的病人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中风 有糖尿 有高血压 直接会弄到他的心脏的血管 也有胆固醇阻塞 那些年轻脑死的病人是非常的少 我手术后起来的时候 第一次眼睛一开的时候 管子还有很多的时候 家人就给我看新闻 我看到那个新闻 我心里觉得很开心 开心是因为我知道 我拿了一个很好的心 伤心也是知道 一个18岁的小女孩 真的是死了 还捐了她的心脏给我 拿了一个很年轻的心 我真的真的很幸福 通常器官受益人 和捐献者家属不会知道彼此的身份 但是从各方媒体的报道中 李淑琳得知心脏是来自一名 冰肠少女麦嘉敏 当年麦嘉敏在本地修读护理系 有一天在学校突然晕倒 过后被宣告脑死 家人决定把她的心脏和其他器官捐出 以爱人间 换了心脏 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生命 可能也是有新的一个目的地 要看着孩子长大 看着孩子结婚生孩子 我要谢谢Donald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他们可以选择把女儿的遗体 带回去冰城 可是她决定留下来 把女儿的器官全部捐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也很谢谢他们 完成手术后 舒凌决定带着嘉敏的心脏到冰城探望 让嘉敏的父母再次听到女儿的心跳声 因为她爸爸有放在Facebook 我一直看到爸爸很想念她女儿的时候 我心就很酸 所以两年过后 我真的是不可以忍了 我已经决定下去冰城 就跟她讲说 我很愿意给你听你女儿的心跳声 自从我五年前到现在 我跟他们很亲很亲 我到现在还是会叫她爸爸妈妈 身为器官协调员 周依林也得面对复杂的情绪 体恤家属跟亲人有别的悲痛 我记得我第一期案例 我的见证则是她是一名儿子 跟他们讨论器官移植的时候 家人们其实开始有些顾虑了 他们很害怕他们的儿子 因为器官协谐可能会感受到疼痛 刚失去亲人的家属那份痛 不是旁人能想象的 但我们也有义务告诉家人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来完成死者器官捐献的医院 如果没有麦加米的心脏 李淑玲觉得自己可能撑不到现在 她在移植心脏之前 靠的是一个左心式辅助器 LVET来维持生命 当时我要背住一个很大的背包 所以很辛苦 就是好像觉得好像在活着 好像一个机器人这样 当时在用LVET的时候 我出了很多情况 需要我女儿来救我 所以如果当时我女儿没有救我的时候 我现在就应该已经不在了 医生说需要移植心脏的病患 一般都患有第四期的心脏衰竭 生命往往不超过两年 其实李淑玲的母亲二十多年前也患过心脏 清楚知道生命的延续得来不易 她必须坚强走下去 生命很脆弱 你要珍惜每一天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个圣等了十年 他等得到吗 有的话感恩 没有的话也感恩 也许多了